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,海委会海巡署筹建海巡舰艇发展方案计划编列426亿元,于2018-2027年筹建141艘各式船艇,其中4000吨给予6艘1000吨及巡防舰规划直升机舰载或落舰设施。 海巡署表示,已与海军密切协调,安排海军司令部律相关单位实施会刊,评估S-70C反潜直升机搭配巡防舰落舰之可行性。 根据审计部2017年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,海巡舰艇筹筹建计划中,4000吨及巡防舰设置直升机起降平台,机库,飞行甲板及相关装备,可供S-70C或同等级直升机铸件,1000吨及巡防舰设置直升机甲板及相关装备,可供Dorfin AS-365, M-3或同等级直升机落舰。 海巡署参考先前与空勤总队协调黑鹰直升机于3000吨级的巡防舰落舰经验,空勤总队因需完成相关训练后,是能实施黑鹰直升机落舰评估,且黑鹰直升机悬翼无法折叠,确定无法实施舰载, 乃评估一海军海机型S-70C反潜直升机,配合4000吨级巡防舰实施直升机落舰及舰载可能性较高,不过,审计部提醒,3000吨级巡防舰规划落舰S-70C直升机时,空军回复不适合且无落舰规划, 海军则提出拥有原设计商提供甲板强度认证,完成风向风速保落线图,风线图,及认证,提供落舰作业程序等,需完成相关作业后再评估S-70C落舰可行性。 但国内并无相关商员及认证机构,3000吨级巡防舰落舰可行性仍待解决,4000吨级也存在类似技术性问题。 审计部强调,海巡署应持续与海军讨论言商,确认可行性及评战转换时实际有5S-70C直升机驻舰需求,以避免因事前评估及协调作业欠舟拓等,再度发生直升机无法落舰情势。 此外,现有集规划中已可搏靠600吨级以上巡防舰码头,包含基隆港、台北港、台中港、高雄港及花莲港等,筹舰计划则将新舰1000吨级以上大型舰失搜,届时大型舰将较现有数增加,各海巡队驻地码头是否可让配属舰挺搏靠,将影响船舰调度与巡议任务执行。 对此,海巡署表示,因省港区公务码头筹措不易,且无事党土地客工兴建码头,已向台湾港务公司争取租借公务码头,在未增租前,已现有码头搏靠,将采取并靠方式以二档或三档搏靠,并配合交建七成滚动式修正。